第1125章 巴特尔 任哥 你跟我来了大草原 可就是去参与到敦煌文献整理工作中了 还有心思看草原呢 庄瑞对任春强的表现有些不解 要知道 现在全国的考古工作者 恐怕几破头都想进入到这次的敦煌文物的后期整理工作中去 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提升个人资历的机会 还是跟着你好 这往敦煌跑了一圈 整出来个敦煌遗留文献来 说不定和你到大草原上就能发现成吉思汗林呢 任博士文言大笑了起来 他之所以表现的这么淡定 是因为在临走之前 孟教授也和他谈过一次话 说明了这次研究员的评定一定会有他的 在高校工作 一般最高的职呈就是教授了 而做研究工作的 最高则是叫做研究员和教授等级 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职称的评定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有许多已经五六十岁快退休的老教师了 也不过就是个副教授的职称 任博士能在三十出头的年纪就凭上研究员 已经是喜满意足了 只要成吉思汗的陵墓在这片大草原上 说不定就能找到的 任哥 我的运气一向都是很不错的 庄瑞也笑了起来 如果能在大草原上发现冤代的帝王墓 即使不是成吉思汗的恐怕其轰动程度也不亚于敦煌文献的发现 要知道 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 不仅现在的中国地域都属于元代疆土 还包括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 东道白领海 西津 布丹 科什米尔东半部 缅甸北部 泰国北部 老挝 朝鲜东北部 成吉思汗在位时 将蒙古的铁骑踏入到东欧的福尔加河流域 之后 蒙古帝国的铁骑一度逼近欧洲腹底 那些欧洲的王室贵族们 甚至要每天去到金帐里 给蒙古将军磕头之后 才能去做自己的差事 所以 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元代的历史比较了解 也更加关注 这也是元清花被炒成天价的原因之一 如果元代帝王陵被发现的话 相信 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绝对不逊于敦煌文献的出土 但愿吧 跟着你小子 总是有奇迹发生的 任春强想了一下 庄瑞的运气 还真不是吹的 基本上每次出去 都能发生点失险 说不定这次元代考古的空白 还真的能被庄瑞给填补了呢 深处辽阔的大草原 车上的几个人 心情都是特别的放松 虽然那些学生们都返回了北京 不过庄瑞三个年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 共同语言就更多了点 看着坐在马上 在草原上吃成的那些牧人们 说老实话 庄瑞心里有点发痒 无论是谁置身在这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 恐怕都想骑在马上 吃成羊鞭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内蒙古的厄尔多斯市 但是 如果去到厄尔多斯市 还是和内地一样的钢铁城市的话 庄瑞就想在这草原上 速赢算了 反正 他们都带有帐篷 实在不行的话 庄瑞宁愿去找个蒙古帐篷去结束 那也比住到厄尔多斯的宾馆里 更加有感觉一点 提到厄尔多斯 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 恐怕就是经常在广告上看到的 厄尔多斯羊绒山了 不过 对于庄瑞和任波士来说 这里 确实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建立了蒙古汉国 被蒙古族誉为 像大海一样伟大的领袖 被西方的众多崇拜者称系为 全人类的帝王 被那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 称之为一代添究的 成吉思汗 传说就是被安葬在厄尔多斯的 著名的成吉思汗陵 就坐落于厄尔多斯市 一金护洛奇 甘德利的草原上 之所以说是传说 那是因为 这座地面的陵墓 只是成吉思汗的一关中 并且经过多次迁移 直到1954年 才由黄中县的塔尔寺 潜回到故地 一金护洛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们对于这座陵墓 更多的 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庄瑞曾经研究过 元代以后的历史资料 历史上 对于成吉思汗陵墓的地点 是众说纷纭 不过主要集中在了四个地方 第一个有可能安葬成吉思汗的地方 位于蒙古国境内的 肯特山南 克鲁伦河以北的地方 这是因为 成吉思汗在生前曾经说过 自己死后要安葬在这里 第二个地方 则是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山 一句是 庄瑞的同行们 曾经在该地发现了一座 人工改造的大山 推测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葬身陵墓 这种说法也是有佐证的 马可波罗 在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 曾经写道 在把君主的灵鹫 运往阿勒泰山的途中 护送的人将沿途遇到的所有人 作为殉葬者 这里的君主 值得就是成吉思汗 第三种说法 是在宁下的六盘山 有记载说 成吉思汗是在一二二七年盛夏 攻打西夏时 死于六盘山附近 有考古专家就据此认为 按照蒙古族过去的风俗 人去世三天内就应该处理掉 或者天葬 或者土葬 或者火化 为的是怕尸体腐烂 灵魂上不了天堂 因此 这种说法 在考古界 也是有一定市场的 至于厄尔多斯市 厄托克奇的说法 则是比较官方的 因为从古至今 这里 都是蒙古族人 祭拜祖先的所在 而且 作为国家意志 和民族功绩的 成吉思汗一贯中 八白宫 就是在内蒙古 厄尔多斯市 已经祸落起 更为重要的论点是 在这里 还有这世界上 以守护成吉思汗 琴宁为唯一职责的 世袭的守灵人 达尔呼特蒙古人 一直在这里实行着 最文备 最权威 最具蒙元特色的祭祀制度 试想 如果不是成吉思汗 安葬在这附近 他们的守护者 为何会一代代的 聚守在这里 祭拜着自己的祖先呢 庄瑞经过多方面的分析之后 还是认为 成吉思汗被安葬在 厄尔多斯大草原上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所以这一路行来 庄瑞在聊天之余 一直都在用灵气 勘测着地下的情况 彭飞 还有多久才能到厄尔多斯呢 那里也和这里一样 有着无边的草原 要说这次来到蒙古的第一站 还是彭飞安排的 虽然他自己也没到过这里 彭飞文言笑了起来 看了庄瑞一眼 说道 庄哥 您就放心吧 咱们并不到厄尔多斯 距离那里还有七八十公里呢 全部都是和这一样的草原 这马是绝对有的 就怕到时候您骑的时候 看见马就怕了 骑马和骑骆驼不一样 骆驼背上毛后 星走起来慢而稳 就是骑上一天 屁股的感觉也不会太强烈 但是骑马就不一样了 骑马讲究快速驰骋 并且需要两腿用力 来控制身体的平稳 别说骑上一天了 恐怕就是在马上 颠上两个小时 下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螺圈腿了 而且 即使有马鞍坐垫 这在马上折腾几个小时之后 大腿根部和屁股上 说不得就会被抹破皮呢 彭飞在部队曾经训练过马术 那会儿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所以才会说出这番话来 我又不是没骑过马 庄瑞文言撇了撇嘴 他那京郊庄园里 原本就是有马场的 不过小金白氏和金刚 入住庄园之后 那些马儿吓得整天惶恐不安 庄瑞就将其都给送出去了 车子在大草原上行驶了一天之后 开车的人也变成了庄瑞 眼瞅着沿途的一些蒙古包内 升起了吹烟 庄瑞他们也到了此行的一个落脚点 庄哥 别开过去 就在这边停吧 那乐乐车上拴着马呢 别惊了 正当庄瑞准备把车 停在那些大蒙古包的旁边时 被彭飞给制止住了 这不就是大咕噜车吗 庄瑞顺着彭飞的手指看去 果然 在一辆大咕噜车上 拴着一匹骏马 正不安地看着远处的汽车 鼻子不停地打着喷嚏 蒙古牧民咬个牲口时 就有嘞嘞的声音 所以那车也叫乐乐车 难得能给庄瑞做回老师 彭飞的神情很是得意 嘿 你小子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走吧 带路 庄瑞停稳车后 推门走了下来 刚才离得远 看这些蒙古包 好像都很小 但是 现在来到近处 他才发现 有些大的蒙古包 堪比一些二层的小楼房了 彭飞在听到庄瑞的话后 脸上露出口笑 说道 我也不知道巴特尔住在什么地方 只知道在这附近 得 您别瞪眼 我去问还不成吗 彭飞所说的巴特尔 是他在特殊部队时的战友 也是那支部队的马术教官 后来 中国最后一支骑兵部队被解散之后 巴特尔也退役回到了家乡 巴特尔所住的地方 在前几年没有通电话 彭飞要不是曾经和他通过信件 恐怕连这儿都找不到的 彭飞自知里亏 没等庄瑞说话 快步走向了那片蒙古包 刚好 有位老人走了出来 连忙上前问道 老人家 您知道巴特尔住在什么地方吗 巴特尔 我们这儿的小伙子 叫巴特尔的多了 老人的一句话 说得彭飞傻了眼 二十六章 做客 上 老婆 我说的巴特尔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个子长得很高大 彭飞指手画脚的笔画了起来 这里是个蒙古人聚集的地方 远远的看去 最起码有上百个蒙古包 要是真像老人所说的那样 彭飞还真是没辙 蒙古人放牧和西藏高原上的牧民们不同 从古代的时候 蒙古牧民就喜欢群聚 一般都是一个族群居住在一起 白天放牧的时候分开 晚上却是回到聚居地居住的 当然 也有独来独往的牧民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 这种情况已经是极其少见了 最多就是在放牧的时候走得有点远 临时在外面住一夜而已 三十五六岁 三十五六岁叫巴特尔的 也有二十多个人了 我儿子也叫巴特尔 和你说的也差不多的 老人文言皱起了眉头 巴特尔的盟语是英雄的意思 很多蒙古人生了儿子之后 就喜欢给孩子起这样 有男人气概的名字 所以十个蒙古汉子里面 倒是有四五个都会叫这样的名字 就像以前国家南栏里的那位巴特尔 也是这么个意思 我说的那个巴特尔是当过兵的 五年前回来的 老伯 您认识这样的人吗 彭飞有些无奈 只能把巴特尔当过兵的事情 该说了出来 其实按照他们部队的纪律 为了防止在执行任务时 得罪的犯罪分子报复 一般情况下 是不允许透露自己或者战友 有从军经历的 没想到 彭飞这话还真有效果 老人一听当过兵几个字 眼神顿时盯住了彭飞 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人 找巴特尔有什么事 彭飞老实的回答说 老伯 我是巴特尔的战友 特意来看他的 如果没搞错的话 这块聚集地 只有我的儿子当过兵 小伙子 快 家里请 老伯在听到彭飞的回答后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顿时抓住彭飞的手腕 就往里面走 嘴里说道 巴特尔去放马了 前段时间 发现了一个野马群 他已经跟了快一个月了 来 先到家里坐 等一会儿 也该回来了 巴特尔的父亲 手劲着实不小 抓着彭飞的手腕隐隐生痛 还不敢甩开 眼瞅着 就要被拉进蒙古包聚集的地方 连忙开口说道 老伯 我 我还有朋友呢 嗨 是老汉糊涂了 快 请你的朋友们都过来 老人松开了彭飞的手 对着站在十多米外的庄瑞喊道 客人们都过来吧 见到找到正主 庄瑞和任春强也很高兴 快步走到老人身边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了一阵 嘚嘚嘚的马蹄声 是我儿子回来了 老人听着马蹄声 脸上露出微笑 在草原上生活了一辈子 老人单单只听声音 就能分辨出是哪匹马发出的 四五个汉子骑在马上来到进县 马手高高的昂起 随着树生的长夫 前提抬起后 蹲在地上 扬起了一阵尘土 阿爸 有客人来了吗 伴随着一个红亮浑厚的声音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前面的一匹马上跳了下来 向庄瑞等人走了过来 他并没有牵着缰绳 但是 刚才索期的马儿 老老实实地跟在身后 他们这个聚集地 可是有着现在蒙古草原上 为数不多的蒙古包 所以 经常会有来自内地的游客 蒙古人好客 所以 巴特尔也没怎么在意 好汉子 看清那个从马上跳下汉子的相貌 庄瑞不禁在心中暗赞了一句 来人三十四五岁的年龄 一米八二左右的身高 皮肤橙骨铜色 浓眉大眼 身材魁梧 说话响如红中 走路时 上身基本不动 颇有点龙香虎步的感觉 这要是放在古代 绝对是一员猛将 巴特尔 我来看你了 彭飞从老人身后闪出身体 向巴特尔迎了过去 肥子 你小子怎么来了 巴特尔听到彭飞的声音 现实一乐 进而看到了彭飞 脸上顿时露出了筐喜的神色 伤前一把抱住了彭飞 这哥俩在部队处得肯定不错 正当庄瑞和任博士 准备感叹这两个老战友冲锋的时候 却是见彭飞的右脚 插到了巴特尔的身后 右手挽住了巴特尔的脖子 脚下跨步同时发力 就想把巴特尔给摔出去 却没想到巴特尔早有防备 顺势一个转身 右脚往后一撤 上半身往前一轻 左脚发力 口中黑了一声 竟把也有一百三四十斤的彭飞 给摔了出去 被高高抛起的彭飞 半空一个转身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脸上却是没有生气的模样 笑着重新搂住了巴特尔 说道 老爸 你这摔跤的功夫是越来越厉害了 巴特尔的脸上也满是笑容 大声地说道 你小子也不错 这么多年功夫也没放下来 彭飞的摔跤功夫就是学自巴特尔的 别看巴特尔不大 但是在被特招入伍之前 才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内蒙赫赫有名的古典交往 巴特尔 有这么迎接客人的吗 我看你的皮又痒痒了 巴特尔和彭飞用男人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心情 却是让旁边的老汉看得眉头之皱 蒙古族是最为好客的民族 虽然也崇尚勇武 但是用在了客人身上就太不尊重了 阿爸 我这不是高兴吗 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身高马大的巴特尔 见到父亲瞪眼 顿时缩了缩脖子 看乡庄瑞和任博士说道 两位是妃子的朋友 那就是我巴特尔的兄弟 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 庄瑞被蒙古人特有的豪爽给感染了 也是笑着说道 好 一定陪巴特尔大哥喝个尽献 要尽献你自个儿来啊 我可是不成 庄瑞身边的任博士小声嘟囔了一句 他可是见识过蒙古人喝酒的 和他们喝尽献 那简直就是找虐的 好 果然是妃子的朋友 我喜欢 巴特尔并没有听到任博士的话 高兴的在庄瑞肩膀上拍了一把 回头对那几个和他一起回来的人说道 巴尔哈 去杀两只最肥的羊 晚上我要招待朋友 你们都过来吃酒 好嘞 巴特尔大哥 您就放心吧 两只不够我杀四只 能看得出来 巴特尔在这些年轻人里很有威望 交代了一句之后 那几个人都翻身上马 头中吆喝着 往牧羊去奔去 巴特尔见到老父亲的脸色又崩了起来 连忙招呼庄瑞等人道 走 去家里坐 巴特尔的家在诸多蒙古包的中心 一路走来的时候 不时有人和巴特尔打着招呼 很多小孩子见到庄瑞等人 也不陌生 笑嘻嘻地跟在后面 走到一个高于五六米的大蒙古包外面的时候 巴特尔大声喊道 耳机 来客人了 随着巴特尔的喊声 两个女人从蒙古包里走了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 跑出来一下子跳到巴特尔的身上 略带稚气地喊道 阿爸 今天有没有把神马抓到 啊 今天没有 不过 你阿爸一定会抓来的 巴特尔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来 看来是在儿子面前夸下了海口 却没办到 不过 大人忽悠小孩子的办法有很多 巴特尔轻轻地拍了下儿子的屁股 说道 巴雅儿叫叔叔叔 也是条好汉 飞子叔叔好 小家伙从父亲的身上爬了下来 用审视的目光打凉着蓬飞 小嘴撅了起来 说道 飞子叔叔 阿爸说男人要很强壮 才能成为好汉 可是 你没阿爸强壮呢 哎 巴雅儿 你飞子叔叔也很厉害的 他水交比不过阿爸 不过自由搏击可比阿爸强多了 巴特尔听到儿子的话后 顿时干笑了起来 看着蓬飞说道 回头你叫小家伙起招 不然他不会对你服气的 嘿 回头我先和你过起招吧 被这么大个小不点给小瞧了 蓬飞那叫一郁闷啊 瞪了巴特尔一眼之后 从脖子上取下一个翡翠挂剑 将巴雅儿抱起来之后 蓬飞将挂剑挂在了小家伙的脖子上 说道 佛有仁安 这是飞子叔叔送给你的礼物 一定不能打碎了 否则 佛祖会不高兴的 阿爸 小家伙看向巴特尔 显然没有接受过别人的礼物 啊 你飞子叔叔送的 只管收下 巴特尔对蓬飞的举动很高兴 按照蒙古人的规矩 去别人家里做客 本来就是要带一点小礼品的 所以巴特尔没和蓬飞客气 只不过巴特尔不知道 蓬飞拿出来的那个翡翠挂剑 却是庄瑞送给他的 在京城秦瑞林店里 相同款式制裁的挂剑 标价是在一百万人民币上的 这东西太贵重了 巴雅儿 不能要的 巴特尔心促 没怎么注意那块翡翠 不过见多识广的老人 却是从那翡翠的制裁上 看出了这块翡翠 颇有点不同寻常 福的话 有点养常 我只是短需要 生三许 我只能用摇一桶 终自bers 静ogue mauvais 不过 并不曾